這些打工族的 或是說不利於這個年輕人的 年輕人譬如說我沒有人可以扶養啊 我沒有小孩啊 對不對 那我的寬檢額低 那我的公司裡面的人 公司裡面的人 如果結婚的早的人 有什麼 有寬檢額以外 又有各種各樣福利的補助 生個小孩補助多少錢 那日本現在是連產檢都給你補助啊 你還沒有生小孩就開始開始補助你啊 對不對 他就覺得那為什麼我 我今天我個人的生涯規劃的選擇 我不想生小孩難道就犯的錯嗎 感覺被懲罰嘛 被用賦稅懲罰嘛 結果年輕人就更不想工作 或者說更不想在日本工作 跑到哪裡國外去工作 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為了要改善這個勞動環境裡面 所以他在稅制上就必須要把這個改革 這是這一個改革的重點 除此之外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六個 第七個呢 第七個來就進入深水區了 促進老年人就業 我們有說過 日本跟我們一樣 我們的勞動 過去把潛在勞動人口的計算標準 日本是從15到65歲 日本是15到64歲 因為他們64我就退休了 可是就發現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過去 如果你平均餘命 什麼叫平均餘命 就是說這個人 剩下來還有幾年可以活的 平均餘命 你那個老人年金 老人的福利 退休金 如果是按月給付的時候 政府的財產最低 為什麼 付4年就可以了 4年後就死了 對不對 就沒有了 可是 可是隨著日本年齡越來越長越長 什麼68歲 現在突然變成88歲了 男性和女性都超過88歲了 那也就表示什麼 你的年金負擔從過去的4年 要變成多負擔 變成20年 要多負擔 多少 16年 增加4倍啊 你的財政預算 你的財政預算要增加4倍啊 好 那 而這些人本身 本來可以工作 可是因為 他退休了 很難找工作 他本來還可以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或者說 對這個勞動生產有貢獻 你就叫他退休 很多人 現在工作形態裡面 很多人 尤其特別是專業工作 專業職業工作的人 64歲 他不是末期啊 可能是最頂峰最成熟的時候啊 學術界特別是如此啊 學術界的大師 通常是64歲65歲 最頂峰的時候啊 那到七八 七八十歲的時候 都很有創造力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叫他退休 或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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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財政的角度來講說 他變成他是一個開始成為實力者 實力者是那個食物的實力 厲害的利 就是說他就變成說他必須要 他開始要 他開始要靠國家的稅收來養他的時候 和我可以創造整個整體 整體社會財富來看 對國家的財政來講 當然是後面才是更重要 尤其是隨著老齡化之後 福利預算的逐年增高 說這個問題很大 那如果你希望延長的話 那這些64歲以後的人 怎麼再就業 就是一個重點 好 那你會說 那日本 不對啊 小校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那種 那種什麼 都是那種諾貝爾獎 或是大學教授啊 這種 這種64歲後是巔峰啊 可是 大部分的 對啊 不是白理業績 不是知識經濟的人 有的人怎麼辦 有的人 他64歲下來 確實體力就已經比較差了 好 那怎麼辦 他的所得知識也不見得是可以延續的 那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沒有 就沒有在就業的需要嗎 需求嗎 好 其實也是有的 在日本來講也是有的 你要知道老人福利裡面 老人福利裡面 其實除了給錢以外 現在最夯的 或是說大家面臨 最夯的 大家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老人照護的問題 誰來照護老人 如果說我們要用年輕人 來做照護人員的話 前提是 如果我們的年輕人確實是多的 那確實我們可以 盡量把 可以把年輕人的那個 勞動力投入在這一塊 可是現實的狀況是 不管是日本或台灣 我們的勞動力 是在各行各業中都減缺 年輕人 各行各業都去 都減缺年輕的肝啊 對不對 年輕的肝啊 對不對 特別是我們的 資訊 這裡面好像也有些 電子資訊產業都知道 那個都是賣肝產業 對不對 才撐起台灣的那個經濟 那問題是老人照護 就沒有人照護了 那怎麼辦 日本想到一件事情 像台灣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引進外勞 對不對 引進外勇來做 而且外勇不夠 還用非法外勞來做外勇 台灣的現實是這樣 日本的做法是什麼 日本是相對保守國家 比較不喜歡移民的國家 那怎麼辦 用初老的老人去照顧老老人 也就是說 培養你六十幾歲的人 剛退下的人 轉職成為 他們叫介護 就是我們常照人口 常照照照護人員 常照人員 然後呢 由六十七歲的人 去照顧什麼 八九十歲的人 因為 其實還照顧得來 可是你要這樣轉過去 它也不是那麼簡單 它要專門的 它要有一些專門知識的 然後也要有一些 要有一個合規的做法 不然很危險啊 所以他們就開始 比如說怎麼樣輔導這些老人去取得症狀 就是初老的老人 六十幾歲的老人 去取得症狀 去照顧八十歲 九十歲的 六七十歲去照顧八九十歲的 這是日本的另外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他們 這個也是他們注重這件事情 那初進老的人在就業了 那平衡 所以這裡面也帶出他第八點 就是平衡看護啊 護理人員在工作與育兒上的 兩個兩難困境 好 畢竟他還是有什麼 畢竟他還是有一種狀況 就是 有些人是年輕人投入的話 就是 其實他去照顧這些老人的時候 他可能剛好自己要養育小孩 如果你沒有給他配套措施的結果是 他可能會從這個位置上推下來 為什麼 我要照顧我的小孩啊 我就沒辦法繼續照顧這些老人啊 對不對 那如果我有一個資源系統的話 那他可以繼續維持這個 就是說 這可以使得 照顧的人力的缺口不會那麼吃緊 好 同時 同時呢 也讓他 讓這個 也讓這個 這個 就是說老產率可以再度提高 所以他的資源系統 也就是說 照顧他的小孩的系統 就要把它完善 好 那 這裡面呢 這裡面需要這一類的人 這一類稀缺的人 包括哪些人 我們剛剛講的護理啊 照護工啊 這些人都是 像其實我們看現在防疫的過程中 我們現在 其實台灣有這個問題耶 未來 護士夠不夠 醫生夠不夠 我們可能會 面臨醫師慌喔 可是醫師慌不是總數上的慌 是什麼 某些科 會長不到醫生 而且這些科 有些科是大家意想不到 意想不到的 可是 一旦缺的話會很可怕 比如說 小兒科 小兒科 為什麼隨著少子化 你當小兒科醫生 而且小兒科現在每個都像金孫一樣 怕醫療糾紛 再來 你人少 市場小嘛 市場小嘛 所以很多人就 就不願意去做 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可能會不見 他們有五大接控 大概有五種科別 是很危險的 比如說什麼 婦產科也是啊 少子化 生不少啊 而且 這個也是一樣啊 高風險啊 有可能會造成 造成 造成醫療糾紛 這種的 這一類的 然後呢 比如說 腦外科 腦外科 這個收入很好啊 可是一樣 風險高 再加上 基數門很高 你手會抖的人 是沒辦法去開 開刀的 所以你就知道 柯文哲就是 柯文哲就是 走不了這條路 才去當 葉克摩的 他 他的老師就說 你走這行 沒出路啊 因為 他的手沒辦法 做那種 靈巧的 這我倒沒有嘲笑他意思 我也沒辦法 坦白說我沒辦法 因為 這個確實是 一個很高 高技術門檻的 那 一樣嘛 還是一樣 又是醫療糾紛 這種東西都是生死一件 而且他的成功率 並不是像那麼高的 不是像其他的 那種風險性那麼小的 所以這一類的 照護 這一類的醫療人才 照護人才 護理人才 其實你都會發現 最需要更細心照顧 或越高技術的人才 其實未來都會越缺人 為什麼 因為他都 而且他又不容易被取代 不容易被什麼 被無人機器取代 不容易被取代 所以這一類的 未來的缺口 人才的缺口 要怎麼辦 日本也開始在這 這也是他們的另外一個重點 那第九項才是日本 最不願意碰觸的 就是引進外國人才 那日本的 引進外國人才 你可以看到通篇裡面 它重點還是 外國人才 他們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高階的人 對 所以呢 各位如果是 醫生 醫師 護理人員打算要移民日本 恭喜你 他們很希望你們過去 如果你是有技術的 比如說 像這些電腦方面的 電腦工程師 或者說 或者說 剪接人員 那個剪接人員 或者說這一類的 就是說 高級 他們對他們來講 是誰 文化的技術 應該說 科技技術產業的人員 相關之類的 你能站上邊的 歡迎你到日本 可是 如果說 我就是體力勞工 他會不會歡迎 不一定 要看 你要看你是什麼 有的會 比如說農村 農民 農民找不到 他有個整件 農地讓你繼承 都不用錢 全部努力送你 還教你怎麼種 只要你願意留下來當農民 這個也可以 所以 所以他們現在的門檻 技術門檻 已經不自信 像你想的那種 什麼樣的人 找到工作 我就是 一般的行政秘書 對啊 粗通日文 會打打握著 對不起 抱歉 你可能要移過去 就會有點困難了 就這樣子 那基本上他們 日本還是強調在那種 他們需要積蓄的高階人力 和這種 比如說 有一些專業技術的人 那 會不會到 比較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單純的 就是替代率較高的那種勞動力 會不會擴及到這一部分 我們在前一季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分析 日本的策略似乎還是比較 想要用 無染技術去取代 取代這一部分的人力 比如說像你看 農村他收割 他最後不是 他最後 他的方法不是已經 像 你知道看 看美國也好 或法國也好 就是引進 引進外來好 你知道去加州看 那個收橘子的 採收橘子的 那些的人 都是什麼人 都是墨西哥 那些的人 好 那 那個 或者說其他的移民 好 那你可以看到法國 法國會引進北非 北非的勞動力等等這些 日本似乎是 打算像這個部分 它就發展 無人機具 無人科技去取代這件事情 好 這九大 這個九大 這九大領域裡面 是日本現在 行政改革的方向 其實這部片子裡面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其實你把它 如果你實際看完 你就會發現 他很多東西都扣著這個東西 在講的 好 課則在講的 好 好 最後要講一下是說 那這個改革 推動之後 好不好呢 效果好不好呢 當然我們剛剛也講到正面的 對不對 就女性的勞工的財力 明顯的增高 有明顯的增高 但是呢 從此之後 大家就像這部片一樣 大家Happy Ending 然後大家都過著 支持下班的生活嗎 也沒有 據統計 其實日本至今還有超過三百萬人 在違規加班 每個月都還有三百萬人口 在違規加班 另外呢 我說這也造成一些衝擊 日本原本希望 他這強制下班 特別是他們希望 產生一個效應 他們叫做 叫做那個超級星期五 那個叫做 超級星期五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禮拜五那一天 為什麼 接下來要連續放兩天假 對不對 他希望 大家因為這樣子早點放假 所以可以刺激什麼 消費 刺激消費 好 剛好又配合他們奧運要來 就刺激那種 夜間的那個消費 大家一定下班後 接下來要放兩天嘛 所以大家一定就是 就親朋好友幹嘛 去吃吃喝喝 去看電影 去哪裡 去哪裡 泡個溫泉之類的 對不對 可以振興這個東西 效果怎麼樣 有一部分確實改變了 但有一部分也不與不與其 像我跟各位說的 吉野家發現我的生意下降 因為為什麼以前的那些客氣是晚上來 沒得去的會來的 現在大家早早就先吃飯 禮拜五的吉野家就沒人要吃 對不對 然後勞工 一樣 隨著這個改革 他勞工也說我也想要放超級星期五 所以人力也調配開始產生問題 所以這個好 另外一個不見得好 這是難免的 政策執行中文 難免會產生這個問題 就是之後要不要再調整的問題 所以這個改革是一個 我們看到一個保守的重視勞動文化 重視勤勞工作的 我們都把日本人稱呼 像公儀一樣的 那個勞動大群的這個社會 開始的轉變 那這個東西展演出發一個想像 就是說那台灣能不能轉變 這裡面有很多東西是台灣可以參照的 但是沒有辦法升班櫻桃的 裡面有很多東西的概念 其實跟台灣的社會不見得能接受的 或者有一部分是台灣社會不存在這些問題 或者說台灣早就已經更早走到前面 這個社會中不存在這些問題的 這一類的懲罰之所以會驚人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什麼 我們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很大一部分是 因為日本畢竟還是一個主體上來講 還是一個以大企業或較大企業 主導整個經濟走向的國家 那麼這個我們看到的是這種勞動過勞文化 其實主要 或是職場暴力的現象 主要存在在哪裡 就是大企業中 可是中小企業的情形是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喔 中小企業相對來講 他搞不好在日本的中小企業中 可能家的那個羈絆 或是家人的那種羈絆 就老闆和員工 其實他們沒有太大區別 你知道嗎 連吃東西都沒有什麼大大區別 就是說他們可能晚上吃飯的時候 老闆也是跟他們一樣 在食堂吃飯 都聚在一起吃飯 吃的都一模一樣的 都是這樣的 那老闆呢 像照顧自己家人一樣 照顧他的員工 所以他某種程度來講 你糾結於他的過勞工時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 如果真的這樣做 這些中小企業可能 可能是無法 無法經營下去 因為這裡面其實 不單單是經濟上 無法經營下去 包括他的 他的之間的經營模式上面 也無法無異危機 因為過去他們是靠一起打拚 如果要搶單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就跟台灣很像 如果在旺季要搶單的時候 我們就加班 對不對 如果非旺季的時候 老闆就保證你還是 一樣給你同樣的薪水 或是說給你一定的薪水 但是 我可能 這一季根本沒有幾個單 你來這邊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根本是跟大混 沒什麼兩樣 可是問題是 對他們來講 就是說 他這個工廠繼續營運的目的 到底不是盈利 而是什麼 照顧這批勞工 這批勞工已經老了 就快要退休了 你還沒讓他退休到 到時候我就公司把他收了關了 老闆也不忍心 像這樣的企業 這樣的勞動改革 會不會 對他來講 反而是更沉重的負擔 或者說回來看台灣 上次一粒一休 為什麼反彈這麼大 因為台灣相對日本 中小企業所扮演 在整個經濟體中 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他僱用了台灣最多的人口 我上次看到一個數字 忘記他 台灣的中小企業 幾乎佔了 七成八成的受僱人口 是由中小企業所聘僱的 日本不是 日本他們聘僱的 至少超過百分之二十 還是多少 中大型企業超過 接近半以上 五十到六十 都是這種中大型企業 財團 六大財團就百分之二十了 然後其他的家 企業差不多五十還六十 他們的比例非常高 可是我們是反過來 七八成都是中小企業在 在 在雇用這些 都受僱於這些中小企業 那麼你這樣去做 這樣的勞動改革 這樣的勞動改革 真的符合他們的需求嗎 我們很多看到一些小商店 或一些名店 我們要講什麼 去看金風滷肉飯就好了 他也評估了一堆人在那邊 忙的時候確實很忙 可是你要知道 不要說淡季 就是離風時間 你有時候會覺得這家店 幹嘛請那麼多人 在那邊幹嘛 對不對 可是他要做的是 我希望能照顧他們 而且同時我在客人做的時候 我也不會怠慢到客人 這是他的工作型態 和他的產業的特徵所決定的 那麼如果我們假設 台灣現在 我們這個圖書會常常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會看看別人 會想想自己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回來想想看自己 如果說 如果我們的改變 如果我們的勞動改革 不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台灣也跟日本一樣 已經從勞動 單純的那種 製造業為主的勞動環境 已經逐步已經轉向服務業 如果不去證實這件事情 不去證實其實很多 台灣現在很多人 其實可以在家工作 不需要一定要到 到一個固定地方打卡上班 產值搞不好還更高 對不對 我通勤浪費時間啊 對不對 你通勤時間裡面 我還寧可 就算我多睡半小時 我的產值工作時間 還比在公司高 為什麼我通勤要兩個小時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狀況底下 為什麼 我們均利於那個 以製造業為藍本的 那個勞動基準法的改革 就註定你的勞動環境改革 不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它是以工廠 在工廠中製造員為藍本的一個 勞動條件去設計的 可是有多少人 現在還有多少人是這樣工作的 沒有多少人 比例 我們的比重也在降低 降到相當的低 那 你應要去這樣改革 所以我們這樣的改革 為什麼我們常說 它會產生一個效應 原本它是勞動基準 基準的是一個地板法 最地板的 就最基準的 我們是應該在這個基礎上 往上漲 結果我們反而變成什麼 天花板 天花板 對不對 每次公佈說 那個薪資 像之前馬英九時代最悲劇的22K 就是這樣子 你22K 原本不是22K 對不對 原本你明明可以往上漲 結果你變成是22K 本來超過22K 全部被砍掉 而且還不能往上漲 為什麼 這個我們就必須要思考 你的設計如果不大 就會這樣 如果我們沒有看清楚這一點 比如說這裡面其中一個關鍵 我只提一個關鍵 就是我一開始在講 如果你用時薪來當作標準 而不是 那剩下公時是按照 尊重每個行業不同的公時 公時的標準 好 做出不同的標準的時候 你重體力搞好工 你就 你的公時 不能不得差不多多少 但是我如果 明明我就是發想 自由發想 發想的公時 我就按照公時算 可以這樣算 那我要往上拉 為什麼不行 對不對 我在咖啡店想事情 也是幫你想事情 為什麼不能算公時 在國外是這樣算啊 對不對 律師幫你處理事情 拿馬表開始算 就算時間 他是公時啊 如果公時算 可以啊 如果以公時來做的勞動改革 而且你把它放寬 彈性的時候 按照產業別 做不同的彈性的時候 或許才是真正保障老公也 才是 才是 不是嗎 我就挑出一個 這個部分 當然不是 我不明明說 只要改了公時 從月薪制改成公時 公時制就 就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 我是說 如果我們 我只是以這個為一個例子來看 如果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此片面 以為爭取什麼 一例一休啊 或幾例啊 你兩例乾脆你就十 十例就好了 不是叫十例嗎 對不對 一個禮拜放十例 十個例價好不好 對不對 不是這樣嘛 不是加碼式的 而且要理解這個 對於勞動生產和經濟模式的改變 之間的關聯是什麼之後 這樣的改革才能真正的有深度 而不是 好像在什麼 市場賣 賣豬肉 寒假 寒假式的改革 這個是往往造成災難 這是我要最後最後在 今天我們這個讀書會裡面 最後我要講的是這個部分 就是說還是回歸到這部分 那未來台灣可以怎麼改革 我是認為 為什麼某種程度 我比較認為這個公司 然後設定一個上限 但是不應該是其標準 要按照你不同行業 因為有的是靠勞動的 勞動力 它人力有極限 你一定要把它逼出去 用錢買命 這個我也不贊成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最高上限 一定要有一個最高上限 但是相對來講 我就是 我是搞創意的 對不對 那你跟我簽約 你可以買段 也可以買我的時間 對啊 買我的時間可以 我在咖啡店能幫你構思 最後幫你做一個 做一個得到全世界大獎的東西 難道我不應該 我認為不只是要付時機 那咖啡的錢 你也應該要付才對 不是嗎 對不對 這才是合理的 對不對 不然都你賺 我們 你也買走我的勞力 時間 順便把我創意一起買 那創意變成用送的 那不是很奇怪嗎 創意其實搞不好 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結果你搞得好像 搞得好像我的創意都是不用錢的 台灣的設計業 最抱怨的不就是這個事情嗎 設計好像不用錢的一樣 是為什麼 因為用這樣的計算標誌中 怎麼可能 大家會尊重 尊重你的設計 對不對 如果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樣的話 我就會非常尊重設計 設計也會因為知道 這個是要付錢的 我每一個想 想多講一個小時 我的客戶就 就要多付那麼多錢 但我一定要做出最好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工作的內容 或我們勞動的品質 也才能相應的轉變為 從以前的大量生產轉向什麼 品質提高 價值提高 的經濟模式 或是我們常常講的 知識經濟的那一塊 否則的話 你這些都不敢 到最後就是 反正出點子的 都好像不用錢的一樣 對不對 哪來的知識經濟 哪來的知識經濟 對不對 這個是我覺得 台灣最諷刺的地方 而且很多人都沒想到 其實你這個東西是相應的 如果他是這樣的改革的話 他還是會鼓勵大家 去做這種事情 而不是那種事情 就是一定不可能 用一個其一的標準去解決 好 勞動市場上的千差萬別 我們都會說 三百六十行嗎 結果你 結果你的標準 卻只有一個 不是很奇怪嗎 好 那 今天 先講到 這個 那個 我的分享部分 先講這部分 然後接下來 討論時間 好 謝謝